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It's my life L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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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life I got 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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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life I want to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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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lif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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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我是Renny 我是霍昕 我们休息了一阵子回来啰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直在偷懒啊 是 我曾认识 在看那个写字游戏 第二季 因为我们那一阵子不是超迷吗 就是反正写字游戏就是一部韩国的 我们大家会介绍在我们的那个看剧肉环节里面 然后反正就是一部韩国的那个死境秀 然后就是看的时候就迷住了 通常录影都到晚上 然后霍昕就会沉迷于这部实境秀 然后他就说 嗯 我今天想看写字游戏 我不想录 好几次要录音 就是Ren你问我说要录吗 我说嗯 先看写字游戏吗 对 因为他一集很长 他一集也大概有90分钟吧 就蛮长的对啊 所以就看到现在然后看完之后就 不知道怎样就发懒就一直拖到现在才开始录 我们就录这么久的Podcast也休息一阵子这样子吧 对 好 那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琐事的部分啰 你记不记得我有一件衬衫 然后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图案 你说做爱图吗 对 反正我有一件衬衫呢 上面就是 十八糟 充满了各种的男女做爱知识 性爱宝典的一件衬衫 然后呢 好久没穿我就穿了那件衬衫去上班 店里呢 刚好就遇到了那个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我们店长的小孩 然后呢 他就是一直看到我穿那件衬衫 他突然就问我说 他说他们在干什么 他小孩子七岁吧 对啊 他就说他们在干什么呢 我在顿时超尴尬 然后另外两个同事呢 我在旁边听到 可是他们完全也没有打话 我们就感觉 他们就是竖起耳朵听 看好戏 对 就是他们就在玩手机 哦 是哦 然后我就立刻冲走 对我就冲到小孩身边 然后就跑去找 另外一个同事说 诶 他问我说上面他们在干嘛 找他就是 解救你就对了 对 然后他就说 你就说在摔脚啊 小朋友穷追不舍 小孩就一直来问我说 那他们是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干嘛 但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 但他好像是故意问的 我就是有 七八岁到底到底几年级啊 嗯 小一吧 小一那知道吗 我不知道诶 我就觉得 男生女生 女生 哦 女生 但我就觉得是知道 我不知道我当下感觉好像觉得他是知道的 嗯 但是他我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调皮的小女孩 小女孩 对他就是故意问我的那种感觉 嗯 那个同事就一直说 你看啊 他就是在摔脚啊 然后他还有什么十字固定啊 还什么的 他还google一个摔脚的图片 说你看 就是一样啊 就给那个小朋友看 觉得他好像我们不太相信 这样子 反正就是之后我就到了办公室 因为他妈妈就在办公室里 就要到办公室之后 然后那个同事就跟他妈妈说 他说 诶 女儿一直问就是我的衣服上的图案在干嘛 这样子 然后我就回答他是摔脚 这样就跟他妈妈说 他妈妈就说 就冷笑了一声 然后后来他妈就突然就说 就说 妈妈跟爸爸就会有你啊 嗯 那哎呀 反正以后再跟你讲啊 就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他女儿就没有再问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诶 算是 真的遇到蛮尴尬的事情 所以到底性交遇到什么时候开始交啊 这件事情很难哦 嗯 我个人觉得随时都可以啊 想交就交 可是要交正确性观念就好了吧 你觉得随时都可以跟你干嘛不讲 因为这种事情以外人来交我觉得不太好 哦 我个人觉得 除非是老师或是爸妈这样子 嗯 我觉得以爸妈来讲会比较有 比较好 对比较好 哦 哦 上一集有跟大家讲过 我们最近买了一套小蓝瓶吗 忘了 好像我印象中我还有跟大家讲说我们 就是因为你去给朋友剪头发 然后就是头皮要保养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推荐我们买小蓝瓶 然后因为我们将近也快 有没有一个月没录音呢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我们其实已经试用这个小蓝瓶大概 半个月以上有了吧 这个小蓝瓶呢 我要讲一下我现在我们使用的心得好了 就一直跟大家讲说如果使用的感觉怎么样 我推荐给大家 我就用完之后发现 诶 我最近头发有些小头毛你都长出来哦 所以你觉得有感 我有感呢 因为其实我 我没有很严重的秃头问题 可是我就觉得因为我很爱抓头发嘛 我以前的头发非常的浓密 然后可能我就长期抓到头发喷发酵吧 所以多多手脑可能也影响到我的 头发的那个浓密度 我跟我发现确认说 诶 你觉得我有凸头的问题吗 他说你没有啊 你头发很多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就一直觉得我好像额头有越来越高的感觉 微微啦 微微的那种感觉 但我发现是说我没什么太大这样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用了之后发现 诶 我的那个小细毛啊 好像一直往 逐渐往下长耶 真的哦 对啊 那天我不是跟你说 诶 你有发现我的头发好像有些地方长长了吗 不是这样跟你讲 可是它跟我原本的头发的那个长度又不太一样 落差蛮大的 是往 你说是往额头长 就是额头啊 我不是跟你说 你看我额头这边 有些头发看起来比较短 嗯 跟我原本的头发差蛮多的 然后蛮多的这样的小短发 嗯 在我的额头这边 嗯 对不对 我那天不是给你看吗 嗯 我觉得其实有感耶 嗯 你自己觉得呢 还是其实你都平坦的感受不到 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感受 哦 就是将就差 一样可以抓到头发嘛 习惯都把头发往上就是抓这样子 诶 我会觉得我的好像浓密度不下高了 就是又好像慢慢有恢复到我以前的浓密度 这么快 我们没差多久 连 差不多才 一个月吧 一瓶 三分之二瓶吧 差不多 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感觉耶 真的哦 对啊 持续差了 对应该 应该可以持续差耶 我最近使用的心得啦 就是小蓝瓶 我就好像感觉还不错 那我再持续用下去看后续什么样的跟大家 就是追踪报道 嗯 好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到就是 半夜耍风的客人这个故事了 嗯 最近呢 就是有一个 也不算客人 他也没来过 就是我们现在定位呢 基本上就是用IG定位这样子 那有些客人就是可能对我们店 如果有兴趣 就会私讯我们 或者什么之类的 要跟我们定位 问问题 那天半夜好像一点多吧 我已经收完店没多久 然后想到 诶 怎么有讯息传过啦 我打开来看 想说会不会是定位 或什么 因为其实蛮多客人喜欢半夜定位的 那如果我有空 我就会回他们 那天的情况是 他第一句话 你们有素食吗 就是没有先打招呼 就直接说 你们有素食吗 嗯 我说 呃 我们店不算有素食 因为我觉得我们店是炸鸡店嘛 然后说 我们有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油锅制 蔬菜跟肉是在一起炸的 所以也不算真的纯素 我这样跟他讲 所以说可能不太算真的是素食这样子 然后他说哦没差 我吃方便素什么之类的 他说后来又问我说那你有菜单吗 我就把菜单丢给他看 他过没多久问我说 你们有插座吗 我说我没有插座啊 然后接下来又开始问说那你们的店长怎样 我心想说 你不是都已经看到我们的IG的照片了吗 你又一直问一些店长怎样之类的 过没多久 他看完我说 哦有啊 那我就可能随便丢一篇就是空间照给他看 看完之后呢 他说好阳春哦 我想说你有没有礼貌啊 他说没有紫色我没有feel啦 我整个充满了问号耶 因为基本上我们店就是很多紫色啊 然后我想说他接下来又讲说 我觉得这应该适合学生吧 上班族应该不会喜欢 OK 然后我听完整个真是火气懒耶 回他训练回他喝喝 我说那你可以去找你有feel的啊 我再回他 然后他就他就没回了 OK啊 好没礼貌哦 怎么会这么没礼貌啊 我觉得就是偏没礼貌 对我们来说啊 但搞不好他觉得他自己是OK 就是有这样各种人都有啊 超没礼貌 我先讲哦 我们店其实非常多上班族来 也很多上班族喜欢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种话 就是太以偏概全了 就是他是比较偏爱judge别人的人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店 店某种程度上也是长相的一部分 你知道吗 你随便讲人家店长得很阳春什么意思啊 我们店一点都不阳春啊 虽然不到富丽堂皇 但我敢说没有到阳春这件事情 想说讲话有没有礼貌 就像我说你一点长的阳春有礼貌嘛 这种感觉耶 就是 对啊 对啊 好气哦 半夜来闹的耶 因为我最近一直碰到 一直问我说有插座吗 有插座吗 我想说 怎样吗 有插座或没插座怎么样了吗 你刚刚不是还有遇到 你们那个地下室呢 我说地下室哦是包厢啊哦包厢哦那不用了就走掉 是同一个人吧 我怀疑上是同一个人耶我怀疑耶 我记得我上次才说现在有礼貌的年轻人好多哦就是有礼貌到就是我会觉得很害羞 就说每送一道餐就说谢谢感谢你或什么之类这种客人非常的多 可是那一派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没礼貌的那一派人 就现在分的蛮两极的耶 我的感觉就是各种人什么都有啊一定都会遇到啊 好啦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去的一家 我们今天去的一家那个在圆山站那边有一间即时行乐的一个场所 那叫怎么讲啊一个圆区吗 就是他们有个那个叫四级吧有点类似四级的地方 可是它是店面呢 没有他们就是一区啊 然后就有一个小店小店以前是叫狗麻吉 他现在还是叫狗麻吉吉时行乐啊 反正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市集什么麻吉的一个市集啊对啊 然后里面呢有一间叫有一间叫忘记名字 反正就有一间是卖很多少女Y2K的小店 对然后我们就进去发现哇超多东西我个人蛮习惯的 你这边瞎买啊我们两个买买买了一千多块啊 这东西不贵都可能一百两百 对然后有些只有三十五十这样 然后我们两个就买了一千多 但我个人蛮节制我个人只买了一条项链 因为我觉得那条项链非常的 因为你买那条项链很划算耶 对啊很值得啦很可爱 它就是一个爱心的很像那种压 也不算是压颗粒吗 还是像是有点像是塑料 塑料的 对然后这是蛮沉的 然后它的那个串珠是非常粗的粗链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这条项链 我看完这个项链说哇好可爱哦 我就立刻说我要这条项链 对而且是蛮怎么讲 超直吗 好像某个精品会出的那种单品吧 对它的质感没有到差这样子 没有到说很轻啊或者是很空心 对很廉价还好 要说某个品牌出的也是有可能 新锐设计师品牌出的也是有可能 然后霍兴呢就买了一些奇怪的小公仔吧 就有巴比啊然后他穿着麦当劳的制服的巴比 然后或者是一个像巴比的身体 但是头是插了那个郁金香的花 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蛮可爱的 因为当时最吸引我 我们走前来的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巴比上面插了一个郁金香 对他没有头啊 他没有头插了一个郁金香 他头就是郁金香 很偏门 还有那种就是结婚新郎新娘的那个公仔 百事 然后他们两个脸很苦 对脸很苦蜜 好像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 对 反正就是一些我觉得好可爱的小东西哦 我们之后开箱 Youtube开箱影片会有啦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对啊买的很满足 对啊很好笑欸 但我现在最值得还是我那个项链帮 因为项链很实用至少可以当装饰啊 而且你已经把它占为己有了欸 也还好吧就互相戴啊 笑死欸 笑死欸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讲 我们今天还有去个地方 就是北美馆看展 其实我们今天是去北美馆看展 然后看完的时候才去那间小店 对啊对啦 然后那个展览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展览就是 这次的展比较偏不是那种当代艺术吧 他就是比较像画展 回顾展啦 画展嘛 很多就是画的那个艺术家的画作 对 看我就是已经 根本就是不在意到说 连他叫什么名字 对 艺术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 你超不在意的啊 是一个日本人 我只是记得 他好像在台湾 好像住在台湾 他好像住在台湾 他好像住在台湾 因为我看他很多 早期好像是在台湾的新竹报 我看他报纸 他在新竹画作什么的 印象中啦 我看一下他的简介 所以他真的是日本人吗 好像是日本人 你也不确定 因为他很多字都写日文 他在作画都写日文 他书型都写日文 但因为他好像就是 住在台湾 好像东京日本来往这样子 可是看他展的人蛮多的 我不确定这些 人是真的 爱他 知道他还是 真的就是只是来 我 我们两个超没礼貌 我们两个超没礼貌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只记得什么集结 不是集结 不集结 还叫什么 合 合义吗 合老师 合不合义 我还说 今天的展是 有没有合 不是不是不是 忘了 不是不是不是 算了 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偏画展的展 画座的展 对 因为我们两个比较偏爱是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 对那种 就是比较有趣 然后比较可能怪奇类型的 然后这个比较不像是我们的菜 但因为我们后来有到B1去逛 对 B1另外一个展就比较有趣了 B1有一个展是那个 他在讲生死之类的 有一些蛮鬼魅的东西在里头 然后有一个叫做死亡小屋 然后一过去真的是在演一个人在丛林里面死亡的感觉 就是很暗的一个房间 其实我经过的时候觉得蛮可怕的 真的喔你有感应是不是 我没有感应我是觉得蛮可怕的 因为他就是在讲死亡的意义 可是过完那个死亡小屋之后呢 又到一个更邪门的地区 在讲一些什么煞满的做法的 什么那种就是 什么就是有点精神病院的 然后有看到一个就是 我看到有一幕还是眼睛大流血 那铜钱在他眼睛上面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蛮多 有点邪门的画面 邪门的小影片 这个稍微我会觉得比画作好像稍微 有趣一点点 有趣一点点 然后我们又到下一个就是 跟你说一个故事 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是这个名字吧 好像就什么故事 来讲一个故事好了 它是比较偏 好像是给小朋友去玩 去看的 但我觉得蛮适合我们的 对啊里面就是 有那种剪影的 你可以在那边拍照 拍剪影的照片 对 它可以打光 那蛮可爱的 打光对啊 然后还有 有一个房间是 万花筒的房间 它就做了一台万花筒机器 然后很大一台 像炮弹一样 然后你可以 这边去转那个万花筒 然后因为它那个万花筒 特别不像一般的万花筒 是它已经设定好图案 或什么之类 它是在一个 就类似油里面 然后摆满了 就可能珍珠 然后很亮粉 或是一些怪东西在里头 花什么在里头 在那个油桶里头 然后你转那个油桶的时候 你可能就看那个万花筒 它就会有不同的图案 跟造型在里头 而且可能每个人看 都是不一样的 对啊 就是蛮可爱的 然后那个房间也是 那个贴满了整个都花 然后很多镜子 让我想起那个 卷穿石花的电影 就是比较漂亮 那种感觉就对了 就对花花的这样 这个展览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 蛮可爱的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那边 因为那边比较属于是 互动艺术吧 对可以互动 比较多是互动艺术 然后相较之下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地方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生活琐事的部分 好那进入到 就是听新闻的环节了 很久没有听新闻了 我今天听新闻 我觉得很精彩 我问你喔 你小时候 有没有妈妈带你去喝过 什么圣水啊 或浮水之类的 没有欸 你家没有喔 我们家好像没有偏那么迷信 我家有啦 我家是有走这个路线 因为就是我妈 在我小时候 就是可能会在我说 这次可能到了某个 观音庙或什么之类 然后可以在那个观音庙 就可以取那个什么圣水 或什么之类的嘛 然后就可以喝啊 什么饱瓶干啊 让你就是 嗯 什么 一切健康之类的 之类的 然后这个新闻呢 是我最近在 Facebook看到的 我觉得蛮有趣 我分享给你听 就在印度 夢买西部 一个郊区啊 有一尊耶稣像 而有人发现 耶稣像的脚步啊 会滴水 像这样 滴水 嗯哼 然后信徒啊 就口耳相传说 可是他是血 他是红色的 耶稣本来就被丁在十字架 他本来就有血啊 那是正常的 那个啊 他的颜料 他的颜色 可是他的脚啦 这边讲是有没有看到滴水 有水珠 有水珠 然后呢 就信徒今天口耳相传说 这边有滴水 就吸引了 就牵人就是 要到这个耶稣像去 去取圣水喝 这样子 嗯 不过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嗯 在印度理性协会会长 艾达玛 露库堪 我发现 他的能力其实不是重点 对 不重点 反正就某个 这个理性协会的那个 就是会长去 看一眼之后发现啊 耶稣所滴的那个 耶稣那个脚啊 滴下那个水 其实不是圣水 那有什么你知道吗 那是马桶管 排出来的 那个水管漏出来的漏水 OMG 所以他们喝到的是马桶水 是喝到马桶水 可是马桶水是 应该不是干净的马桶水 这我就不确定了 印度水本来就不是很干净 你也知道 OK 对啊 你看这个新闻多么的 我讲到觉得有点 呃 就是 诶 大家真的就是 有时候不要 随便跟NICOLE 相传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 是很精彩 你有看到那个水滴 有 对啊 那马桶水耶 大家那边就是接马桶水 不過我想印度人的胃 应该蛮强的 所以 OK 嗯应该是OK 好啦 我还是想分享这个而已 我觉得这个 看我实在太有感了 就分享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看剧楼环节 我先分享吗 嗯 好看剧楼环节是我最近看了一部 戏是叫做我的人间烟火 嗯 是羊羊演的 嗯 你也知道我蛮喜欢羊羊的 我知道啊 因为羊羊就是 仗得她很帅 然后演戏都演很 欸我没有看过她的戏 所以我不知道 你没看过是不是 但是我有看过就是 小新闻 就是娱乐新闻有介绍她的演技 就好像都是说她 就是always就是在耍帅而已 对我跟你说 然后没有演技 没有错 这是正确的 就是因为羊羊每次在演任何一个角色 其实都演好像就是英雄的感觉 你知道吗 能力很强很厉害的那种角色 嗯 然后她这是在我的人间烟火里面呢 也是演一个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消防队员 这样子 嗯 然后在谈恋爱 类似这样的故事啦 然后呢 她在里头呢 所有的一举一动呢 都在耍帅 比如说我在喝一杯饮料 我要耍帅 然后我可能在难过的时候 我要耍帅 然后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我要耍帅 然后我在救人的时候 我要耍帅 就无时无刻都在耍帅就对了 但是 所以她也不会管别人对她的演技批评 她好像不管了 她还是就是想要走她自己的演戏耍帅之路 对 她没有在管人家的 她好像也听说过 她就想演这种很帅的角色 她永远都想演那种英雄王子的角色 但老实说我买单 别人我不一定买单 羊羊我买单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够帅 很荒谬吧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一篇小故事 分享在我的IG先动上 很多人跟我一样是盲目的羊粉 真的喔 很多人 而且她有说羊羊 私底下蛮搞笑的 就是常常讲 就感觉很笨 可是她都演一些很帅的角色 看得出来 对 所以很多人跟我一样很盲目 然后很多人跟我讨论说 那你觉得谁谁可以吗 你觉得谁谁可以吗 就也是那种长得蛮帅的男生 我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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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因为他们长得太漂亮了 我喜欢长得还是有点 就是 怎么讲 就是长得漂亮 但还是要带一点就是 man感 然后羊羊讲话也是低音炮 你知道吗 我觉得okok 这种型的我可以 就像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都被袁冰给影响 因为我从小就很爱袁冰那种路线的男生啊 就是长得漂亮 但要帅 袁冰有漂亮吗 她长得蛮 他们都花美男啊 初代花美男 她是帅但我觉得她没有到漂亮 可是现在很多男生属于长得好漂亮好漂亮 所以好像比较 不是我会容忍他们演这种 就是always在耍帅的戏 嗯 我不知道你们听节目 有没有跟我一样是羊粉啦 我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 我不是想介绍这样子 那这部戏 你们想不想看就自己决定咯 好 那接下来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写字游戏二嘛 对写字游戏二 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像推荐过写字游戏一 大推 可是我发现写字游戏二更好看 对 它中间有一度真的是好看到就是 他们有人甚至要打起来 就互相对抗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生存的实境节目 嗯 对 然后里面有 刚开始好像没多久吧 就是真的有人要 互打 对 而且他们这次 实际就要拉到好像是 印尼吧 印尼的一个丛林区 我跟你讲真的是很精彩耶 里面就是比上一季更苦 对 比上一季更苦 因为他们在丛林 所以很多那种虫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看 比第一季更好看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烂尾耶 偏烂尾 偏烂尾 偏烂尾吗 其实很多人也这样说耶 对 因为它后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其中有一个 就是参加的人 他后来就是有脚扭伤 他们在一次任务中 他脚扭伤 整个后面都是 石膏的状态 对 他没有办法参加一些 可以跑步啊 或是什么的 那种竞赛 所以他们节目后面 都几乎都是 玩牌啊 就算数啊 就是这种意志类的 就比较静态类 都用头脑在想的东西 对 然后最后面呢 也是 就到最后一集也是 对啊 都不像第一季 因为第一季 应该说这个节目 在一开始其实是有动态类 就是他们通常会 动态跟晶态交叉 交叉 对交叉 就不要让 就好像感觉很笨的人 没办法就是 继续玩这个游戏 因为他们想要 就是有些人很聪明 但有人也是要 要靠体力 要靠体力 就等于说这个节目 就是你两者都要兼具 才有办法活下去的一个节目 可是后来 好像全都是在靠脑力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 他有些游戏 真的偏我们也是看不懂 太难了 太难 有时候那时候游戏 不懂到我就直接 在放空滑手机 就直接等到结局 但我必须说还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 中间的环节 虽然说我们两个说游戏 可能就是太偏静 太怎样 但因为是主要是 因为我们两个看不懂 但中间他们在那种 互相在拉扯 还有就是 拉敌队阵营的那种感觉 还是很好看的环节 我还是很推鞋子游戏2的 大家还是要去看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 也是韩国的 很距离 这不是我找你看的 叫恶鬼 就是鬼片 我们俩现在在追 对啊 我们追到第4次 我跟货姓差点因为 也差点要因为这部片 然后不想录Podcast 这部还好吧 还不会吗 这部还好欸 真的吗 对 好那就好 好啦反正这部片我个人 可是这部我觉得很妙是 开始看没有到很喜欢 也没有到不喜欢就是很平 然后到现在呢 也没有到喜欢也没有不喜欢 还是很平 所以我只在看他说 我在待观察这部戏中 是他能给我什么一个 就是让我觉得 爆点或者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感觉 我个人在等这一刻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平 因为有朋友跟我们讲说 越后面越 对是 然后因为我有PO限动 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 其实后面很好看 他觉得后面很好看 然后我就觉得 哦好那我就在等 等待那一刻 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觉得这部片 它有点像是韩国版的 台湾零仪故事 有一点那种 对对对 就觉得很像 小时候在看台湾零仪故事的感觉 就是那种好像 鬼要报仇 这样子 可是这部戏 鬼真的是会 就有鬼啊 有鬼 蛮多鬼的 鬼很多 而且鬼是看得到的 不是说那种根本看不到的那一种 是看得到的 那鬼会直接出现在 你面前 对 反正这部片 我个人看到现在觉得 好像蛮有趣的啦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我会想追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部鬼片 没有到真的很可怕 但我觉得算是蛮有剧情的鬼片 因为很多鬼片在乱杀人 或在乱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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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nder apparently它是有一个源头的 因為我发现韩国在拍这种類型的鬼片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故事交代 你有发现吗 从以前看韩国鬼片 都会蛮有故事性 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目前還落在平平的感覺 平平 我現在覺得我願意繼續看下去了 我也會 可能會看啦 但是就是還是平 目前是平的狀態 所以惡鬼你們也可以看看這部片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到最近很紅的韓劇囉 交給你講 因為我氣劇了 爵士網紅 怎樣 氣劇原因是因為中間有一幕讓你很生氣 也是現在大家討論很兇的一幕 那一幕我覺得就是一個爆發點 可是其實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點想氣 因為我不太喜歡那種 一點小時就雞哩呱啦叫的那種角色 可是這部戲幾乎每一個人都雞哩呱啦叫吧 就一點小時那邊咯啦咯啦咯啦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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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之前那部很紅的不是一樣嗎 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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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八內部 內部我也是覺得 就是有一點也覺得有一點不耐煩 可是就是因為前面看的太生氣 很想看到它的結局這樣子 那部叫什麼 就是宋慧喬演那一部啊 暴復那一部 暴復那一部 黑暗榮耀 對啊 然後這部也是 喔 一點小時就叫不停 然後我就說好吵啊 還是韓國人的歌曲就這樣子啊 哪有 因為韓劇是比較 沒有說他們的民情會不會是很愛 大吼大叫 因為我發現 韓劇每一部都要大吼大叫 我是想會不會是他們民情就是大吼大叫 還是有人可以跟我們解答一下 韓國是很愛大吼大叫 還是他們就 就有些 你知道大叫的戲就讓我覺得說 嗯 就是 就是有一點 掉了 low掉了 出戲 因為覺得想說 現實生活中哪會這樣講話 可是我就說我才問 是不是韓國的民情是這樣子啊 韓國人都這樣講話 那我去韓國不會被吵死 很難說啊 很難說 很難說 然後我要講一下 就是他中間有幾個環節 我不太能夠 雖然我還是把他看完了 而且我後來覺得說 喔 OK 因為我覺得男主角蠻帥的 CM Blue的其中一個 可能是鼓掃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以前都沒注意到他 後來發現他演這部戲好帥喔 所以我能夠接受 然後呢 這部戲其實有個環節 就是他剛剛說的那幾個環節嘛 就是什麼大吼大叫 或是 可能就是有錢人啊 走路的時候 他傭人要幫他就是 拖鞋子吧 因為最近很多人在討論這個部分 那是鴨子獲信的最後跟稻草 他就拖鞋這件事情 然後我個人覺得說 會不會真的很多有錢人的世界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我不太能夠確定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超有錢人 所以我不太能確定 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呢 可是我覺得裡面有個 我能夠很確定的就是 網紅圈真的不會隨隨便在派對上潑紅酒 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很多我都覺得超不合理 因為我們兩個算是在很常去參加 可能精品派對或活動派對的人 然後我們很常在活動裡面看到 心情色色的人 他們很多那麼就是拍照啊 然後很開心的話 就是轉頭就走那種假笑啊 緩解啊 其實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看到 這樣的情況會發生 可是到什麼吵架啊 大吼大叫啊 潑紅酒啊 就是會讓你很出息啊 因為你 這可能只有在 Abrado或G-Star會看到吧 欸 我在Abrado跟G-Star真的有看到 那真的是可能遇到仇人吧 他們就是在Abrado 或是前男友之類的 對 可是在 派對圈很難翻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只要做一次這樣事情 我覺得這一般人的 教社交場所也很少耶 除非你真的是喝醉了 然後怎樣 然後你可能會被公關一輩子封殺吧 就是覺得說怎麼可能 對啊 因為精品圈跟那個品牌圈很小耶 然後你在旁邊大罵人 然後四五十個人都在那邊 都聽到你在罵人了 那大家怎麼可能 而且所有站在活動裡面 學的都是網紅耶你想想 對啊 怎麼可能 但你的形象呢 你自己的形象怎麼可能 你一定都傳出去 一定傳出去啊 這一定傳出去的 對啊 這怎麼可能 會有人做自己事 還是其實有可能 因為有些明星好像也是 會做盡一些滿好人的事 也沒有在怕人家講 對啊 不是嗎 欸 你這麼說有道理喔 所以他們也有可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啊 他可能覺得 嗯 我就這樣子呢 就是 我也不怕別人去 好啦 我至少我在派對 可能沒遇到 可能是他們私底下巴 通常如果真的是要潑紅酒 我可能是私底下巴 我覺得潑紅酒太誇張了啦 但是可能為難工作人員可能會有 有 這一定有 這我能確定 可是對有些人來說 他的為難 他自己不覺得是為難啊 哦 對 對啊 他覺得是很正常 標準不同啊 嗯 對 好啦 反正我覺得 許志從這部部片也是滿 戲劇感很重的啦 對 對啊 滿drama的一部戲 他不 獲信不喜歡 但我覺得我能接受 因為我 就是我覺得 戲劇就太演戲了 戲如人生啊 很難講 說不定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吧 還是韓國真的就是 王鴻軒那麼瘋 不知道 因為我後來沒看啦 對啊 可能是這樣子啦 好啦 反正如果大家對這部片有想法 可以跟我們講 看是怎麼想的 嗯 好 那我們要進入到 那叫什麼 咖啡廳做一下囉 嗯 好 也是我們今天就是 我找的一間店 叫滷肉飯店 嗯 第一次 剛剛你跟我講那個名字 想說滷肉飯店什麼東西啊 嗯 那時候他就叫滷肉飯店喔 我說在飯店裡面有滷肉飯嗎 什麼之類的 嗯 他說不是 他就是一個很高級的滷肉飯 高級嗎 就是 你看起來很高級 他裡面的質感 就是走無印峰啊 有吧 無印峰吧 就是高級的無印峰啦 對 就無印峰 對 然後那個整個空間氛圍是還蠻 空間蠻寬的 蠻像飯店的 有 蠻像飯店的Villa 什麼之類的那種感覺 飯店的裡面的 餐廳 餐廳 對 它就那種感覺 嗯 他的東西偏平價啦 餐廳在南京附星在那邊 TB 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坐著一個像走道 然後旁邊 應該想像這樣 然後我看一下那個價格 也沒有到真的便宜喔 那個一個碗呢 也要一兩千塊跑不掉吧 對啊 我要看了一下 我有看一下那個價格 他們的碗都是偏素的 嗯 都素的 但不到難吃吧 不難吃也沒有到經驗 嗯 對 對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 筍絲乳的蠻好的 哦 筍絲也OK 對啊 然後他的嘴邊肉 像你剛剛講嘛 不錯 對 然後他的湯呢 湯 我覺得一般耶 因為我可能喝過更好喝 我是點那個排骨酥湯 嗯 對 我覺得一些路邊的小店 可能排骨酥湯 會比較和我胃口一點 哦 有可能 對 他的就 而且他排骨酥湯 排骨好像偏柴耶 不知道為什麼 偏乾 他排骨酥 就是那個胡椒加很多的感覺啊 對 肉偏乾 對啊 可是他的那個滷肉飯呢 你覺得好吃 應該重點是滷肉飯 滷肉飯就普通啊 普通喔 普通 我挖一口吃啊 因為我個人不是吃滷肉飯 我是吃那個牛腱 滷牛腱飯 然後他的滷牛腱大概就四塊 價錢啊 150 他還有菜啊 什麼之類的 有這些青菜 蛋啊 豆腐啊 青菜兩樣 反正四樣菜 有點像便當的感覺 150 可是我覺得他的牛腱算滷的OK 但很小塊 很小塊 四小塊 對 但我還能夠接受 是因為他的環境 蠻舒服的 而且 位在那個區域 算 其實算 平價吧 算平價 如果假設我在那邊上班啊 我沒事 我可能真的會來這邊 吃一下 吃一下午餐或什麼之類的 就減便吃 對啊 我覺得算是一個這樣 舒服的環境 舒服的環境 然後他也沒有一個後衛區讓你等 他就是跟你講說 因為我們是自住室 你就要等到有位置 坐下來再去點餐 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去逛那些 逛完瓢噴的 因為他也沒有一個後衛區啊 那我們就想要到處走 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我覺得是 可能有一段時間吧 裡面那個人可能有 其實有看到我們在那邊 逛了一段時間 他就突然跑過來跟我們說 欸那邊有位置 趕過去趕過去 對他叫我們就趕快過去 站位這樣子 他人蠻好 對他人蠻好 其實他也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他們就是自住室 他可能不理你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給他建議是 他可以規劃一個後衛區 可是這要怎麼規劃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空間很難規劃後衛區 對啊 因為外面又很熱 今天外面很熱 所以在外面等也覺得 嗯 對 可是你不是那個小怪獅子的QR Code點餐嗎 對啊 因為就是他的點餐方式是 就是你做定位 你就再去 就是點餐 然後那個點餐就是 比如說 今天 應該說他的 他的桌上沒有任何的菜單 對因為我今天跟你講說 今天晚餐我出嘛 所以說 就是我要去點餐 然後因為我要用一個Apple Pay 然後所以你要先跟我講 你要吃什麼什麼的 萬一因為他的菜色又 小菜又很多什麼的 如果今天就是 一群人 然後我 等於說我一個人要去點餐的話 我就要 負責寄大家的東西 再去點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這樣子有點偏麻煩 就是我還要寄 記得大家要吃什麼 嗯 對 那如果是 一起去點的話 東西放在位置上 又沒人顧 或者是你東西拿走 又怕被別人 位置又坐走 嗯 所以就是我建議他們可以 就是用QR Code點餐 在座位上直接稍稍送出去就好 對啊 而且他意思 我跟你講他們其實這樣很方便 又節省人力 對啊 他可以專心在做他 那個不用再服務人 或什麼之類的 對啊 就大家就自己在那邊點 而且他菜單就一目了然 就直接在手機上看這樣 而且他們座位上又沒有菜單 我們 我還叫你上他的Google 看他們菜單 座位上有一個QR Code的系統 你就可以直接掃了之後 直接點點點然後就送出去這樣 這真的很方便 對啊 因為現在很多店都這樣子 對啊 我真的覺得座位上 一定要有QR Code點餐 這是個趨勢 我可以建議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 這兩點比較偏 可惜一點 對啊 好啦 反正 大家如果真的對羅伯發展有興趣 可以去試試看 對啊 不強求 強求 不強求又不是你開的 關你屁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拜拜 下次 應該會準時上吧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準時上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準時上 嗯 不確定喔 因為 就是 對啊 就不確定 看我的懶惰度到哪 好啦 那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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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